出国读书最重要的还是要学到知识 以及学习培养自己独立学习的能力 而不是仅仅的拿一个学历拿一个文凭 我相信在中央昆士兰大学 我能够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我叫贾玉强来自中国河北 目前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学习土木工程 本科荣誉学位 在我做决定之前我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了解到本科荣誉学位在澳洲 是介于本科和研究生之间的一个学位 它比本科的含金量要高 其次是工程专业的工作 在澳洲的缺口是很大的 并且毕业之后的薪资很高 比商科什么其他的专业要高 我自己是理工科出身 所以工程专业是我的首选 再来就是责校 我了解到澳洲中央昆士兰大学 是发展非常快的一所公立大学 并且它的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 和毕业生的薪资 在整个澳洲排名都是非常靠前的 同时我也考虑到它的学费 也不像其他的学校那么高 而我又是在洛克汉普顿小区 可以无条件得到 整体学费减免20%的奖学金 日常开销比大城市也会节省很多 尤其是房租方面 它只有大城市的一半都不到 这样能够减轻经济上的负担 洛克汉普顿是一个安静的小镇 生活很方便 气候也很舒适 有点像三亚的感觉 假期的时候也会出去玩 之前有去过一次海滩 非常漂亮 这里的课程结构和考核方法 和国内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现在读的课程 期末考试只占一半 平时作业占更多的占比 有的是小组共同完成 只要平时按照老师的要求 完成作业 用心地去准备考试 其实挂科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据我个人感受而言 我觉得中央昆士兰大学 真正地做到了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 在这里呢 所有的教学的资料 包括课件 包括老师上课所录制的视频 都可以在教学管理系统里找到 这可以有效地提高 复习和预习的效率 我在这里学习最大的感触 是来自老师的帮助 在第一节课上 老师就跟我们说 他是帮助我们学习知识 帮助我们通过考试的人 所以说他们是引导者 当我提出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会很耐心地给我解答 我在这里的短短时间内 语言方面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因为呢 听的说的写的都是英文 学校里也主要以本地的学生为主 潜移默化的呢 我就会学习到很多地道的表达 我们专业的最后一个学期 学校会安排我们到当地的企业去实习 其实澳洲的雇主是很看重实际的工作经验的 所以说实习很加分 毕业之后呢 我可以直接申请澳洲的工作签证 这可以有效地帮助我积累工作经验 我相信未来我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